很多人喜欢泡汤都会在旅展的时候买泡汤券 也希望能够享受到温泉之外还可以省一笔 不过你要注意一下 因为很多泡汤券上面都有一些细节 包括了使用上面的限制要特别的注意 水温40度乳白色的白黄泉 温得到淡淡的硫磺味 半天露天温泉打造人造雪场景 泡起汤来更有FU 还有人拿出早就买好的泡汤券来享受一下 因为我们常常来泡汤泡汤券 我们买这样子就比较划算 因为常来嘛 如果你喜欢泡汤的人 每年就会希望在旅展的时候 买下自己喜欢的饭店的汤物券 但其实泡汤券隐藏不少Mega要注意 规则限制写的密密麻麻 魔鬼藏在细节里 一张泡汤券价值900元 只能用大众吃4小时 两张才能使用独立汤物限时90分钟 其中还得注意忘记10到3月的假日 大众汤需额外加价200元 特殊节日包含圣诞节跨年元旦等 大众汤都没办法提前预约 只要是没有过期 其实都可以有优惠价格 但如果过期的话 其实也可以当成先进做使用 温泉水一放厌雾弥漫 精致的个人汤屋 每到冬天下午时段几乎一味难求 想用泡汤券没预约 至少给等上1到2个小时 最忙时段就是中午12点 可能到晚上的8点钟 可以避开这段时间 天气冷想泡温泉 又想用泡汤券省一笔 除了要调背时间避开人潮 还要注意使用限制 精达细算之余也能玩得精醒